一段时间以来 原材料价格上涨 国际物流供给吃紧 结构性缺工矛盾突出等因素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小压力 在科学研判精准评估后 深圳即将推出的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的若干措施 聚焦市场主体反映的当下影响经营生产的难点和痛点 从普惠性纾困扶持措施 工业制造纾困扶持措施等方面出台系列举措 总体来看 我们这次的政策是具有这样的几个特点 第一就是我们政策出台快 第二个特点就是 我们这次的政策是有关注到行业的特性需求 而且政策也体现了这种差异化实现了精准帮扶 第三个特点就是我们的短期和长期政策有效地结合 解决企业的燃眉之急 工业是宏观经济大盘的压仓石 为多措并举支持工业经济发展 深圳还将重点针对制造业企业 出台保持资金合理流动性 降低制造业税费负担 支持企业扩产增效 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 降低生产要素成本 保障产业用工需求等一系列扶持措施 构建重大项目招引全程服务 市场主体梯次培育等多位一体的发展格局 下一步 深圳还将出台培育壮大市场主体的30条措施 深入推进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尝试建设200条措施 全面落实国家授予的深圳先行示范区 放宽市场准入24条特别措施 专家认为 在普惠性针对性持续性的政策大礼包滋润下 市场主体必将绽放发展新活力 面对疫情 我们强调的是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 双统筹和双胜利 目前深圳已经出台和正在制定的一系列 帮助市场主体纾困简难的政策 实际上就是稳增长的重大举措 那么这些措施是有助于帮助企业 就是坚定信心 然后尽快地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 从而就是保持我们的经济长远健康平稳的发展